老婆 怎么了这么着急 你从哪儿回来的 我从公司回来的呀 我都亲眼看见了 他住那儿 你怎么上的楼 我错了 老婆 你相信我 我 是 我是去跟他说分手的 我还买了机票 让他回北京 北京 人是从北京带过来的 就是北京游乐园的那个巷 从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那他来上海 是你给租的房 是 楼下物业的工作 也是你帮忙安排的 你相信我 我真没想到他会到楼下的物业 不是我安排的 真没有 我没有 你们俩真行啊 偷情都偷到我眼皮子底下了 就在咱们家楼下 就在咱们家楼下 就是我儿子 有没有想过我 有没有想过这个家 我问你 第一次是怎么开始的 你是喝酒了吗 没有 你不是喝酒吗 还是喝酒了吗 ab begitu 我都没搞事了 你不是能呼吸的 味道吗 你咱们均一 нее 你还没有想到你 你就是对着他动了针感情了 是吗 是呀 你真是让我 让我 让我活得像个虾虾虾虾 你 老婆 你别老婆 你还会觉得很可惜 前阵子你总问我 为什么失眠 拉肚子 掉头发 其实我心里特别害怕 我害怕这件事情 你早晚会知道 收到你微信的时候 我心里就有预感 你知道了 回来的路上 我又一直在想 我到底该怎么圆 进门我看到你坐在这儿 说出来你都不太相信 我如释重负 我终于不用再骗你了 我也真的骗不下去了 你看对面那栋楼里 那一家三口 正在吃晚餐呢 以前他们估计也能看见我们家 我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想办法 我 我想等你发现钱 受伤钱 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我是一时冲动 我很后悔 很内疚 我跟他说了分手 他不同意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你要我怎么办 让我去帮你解决他 还是像以前那样 你每次遇到什么坎 都让我去帮你解决 都让我去帮你解决 我错了 老婆 那一刻我不知道我失去什么 可是每一天 我内心愧疚得要死 每当我回到家 我看到你 看到你 看到儿子 别跟我提儿子 你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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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让我去帮我 你不配 我才给你帮你 你不配 我许多你帮我 你不配 我以为你不配 你不配 我给你帮我 你 你现在跟我说什么 我都不想听 我一句都不信 一句都不信 不信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上车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